我好像会讲 于何为 军师联盟 他演曹操 你不觉得他演得很惊人吗 他很厉害 尤其是他那时候快要死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台上捂那个剑 然后就是 就是怎么会 天哪 这就是演员 他是出现了第四面墙 他所见的已经没有摄影师这面墙 就是看不见摄影师跟只有演戏的环境 他已经催眠到自己就是曹操 自己就是古代人 我说因为我那天我就跟宋佳 他不是也是影后吗 我说到底怎么样可以成为影后 他说 你一定要 百分之百的相信 你就是那个角色 因为我之前不是演 采访的那一部 的时候我一直跳脱会说 这个 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哭 可是我是用徐希帝的我 我没有用 里面的角色欧阳弟弟 对 然后他们拍完就说 张力不够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到 我光用我的眼神跟 没有历练过你那个演员的张力 是出不来的 先等我去上一下洗手间 我想去洗手 你不要去的 需要我去 你不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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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的